提到當年自己與林俊賢相識相戀 Winnie說大概在1997年期間 她說她將與前妻所發生的事全部都告訴我 所以我一定要站出來為她澄清幾點 Winnie說Jasmine在答應與林俊賢簽紙離婚之後 就玩失蹤反口複視 之後更加是完全找不到人 她又說林俊賢其實一直都很想找回女兒 於是決定幫忙在網上尋親 結果真的找到了林玉慧 當時林玉慧只有15歲 Winnie說第一眼看到林玉慧就很喜歡這個女孩 因為她很乖很懂事 同時也很心痛她 因為當時林玉慧已經搬出來一個人住 要靠自己賺錢交租養護自己 而她與媽媽Jasmine的關係也一直很差 Winnie說最難忘的是 當時林玉慧說她知道不可以在外面叫Jasmine做媽媽 因為Jasmine要繼續結識其他異性 所以Winnie的出現令林玉慧感受到無礙 他們的感情一直都很親密 至於Jasmine指控曾經遭受林俊賢家暴 Winnie曾經與林俊賢生活5年 她表示絕對相信對方不是這樣的人 她說她從來沒有對我動過操 連推撞都沒有 甚至連大聲說話都很少 她的性格並不火爆